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处理器大厂AMD在今年CES2026正式发表了代号为Goggenpoint的面向笔电的Ryzen AI400系列处理器 拥有最多12个Zen5CPU核心和最多16个RDNA3.5GPU核心以及更强的XDNA2NPU 相关笔电新品将在2026年第一季度上市 此外AMD还发表了首款Copilot Plus桌机处理器以及Strix Halo系列中的两款新产品 具体而言,AMD此次发表的Ryzen AI400系列笔电 APU共有7款SKU,拥有4-12核心 最高在4.5-5.2G,快取容量12-36A 记忆体速率8000MP每秒-8533MP每秒 GPU核心为4-16核 NPU算力50-60TOPS 需要支出的是,AMD在其Goggenpoint Steel上使用与Strix Points Steel相同的台积电N4X制程工艺 以及Zen5和Zen5C核心混合配置 虽然Zen5C的核心比标准Zen5核心小约25% 频率低于标准Zen5核心,但效能相近 换句话来说,Goggenpoint实际上只是在Strix Point基础上的优化升级 这几款Goggenpoint Steel当中最高级的是 Ryzen AI9HX475,包括12个核心 4个Zen5加8个Zen5C,24个线程 36M的L2和L3快取,60个MPUTOPS 16个RDNA3.5GPU核心 最高可提升3.1G,并支援最高8533MP每秒的记忆体速度 所有Ryzen AI9型号以及Ryzen AI7450均配备4个Zen5核心 其余SKU的CPU核心为Zen5C Ryzen AI7445和锐龙BI4435均为6核12线程晶片 配备2个Zen5核心和4个Zen5C核心 而4核锐龙BI5430则配备一个完整的Zen5核心 AMD指出,其Gorgon Point Ryzen AICPU的NPU算力最高60TOPS 相比上一代提高了10TOPS 也领先英特尔Panther Lake晶片当中NPU的50TOPS算力 与拥有48个TOPSNPU的英特尔Lunar Lake Core Ultra 9228V相比 AMD Ryzen AI9HX470在UlProsian AI视觉测试中提升了5.5% 在多任务处理方面更是领先多达29% 需要指出的是,在功耗方面 AMD Ryzen AI9HX470的TDP为28W 而英特尔Lunar Lake Core Ultra 9228V的TDP为30W 在CPU综合效能方面 AMD Ryzen AI9HX475相比英特尔Lunar Lake Core Ultra 9228V平均高出29% 在创作效能方面 AMD Ryzen AI9HX470相比英特尔Lunar Lake Core Ultra 9228V平均领先71% 比如在Blender和7zip等应用中更是领先超过一倍以上 在游戏效能方面 AMD Ryzen AI9HX470的RDNA 3.5GPU相比英特尔英特尔Lunar Lake Core Ultra 9228V的XC2i GPU提升12% 在CSR、文明5等游戏表现上带来了两位数百分比的提升 在续航方面 AMD宣称Ryzen AI9HX470影片播放时间长达20小时 网页浏览电池续航最长17小时 Ryzen AI7 445的影片播放时间长达24小时 网页浏览电池续航最长20小时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更长时间运行笔电 无需担心充电问题 据介绍 AMD Gorgon Point Ryzen AI400处理器将可应用于笔电 迷你PC 一体式水冷机型等 红旗 华硕 戴尔 惠普 联想等领先合作伙伴 都将推出基于该平台的笔电产品 此外 AMD还将推出Ryzen AI400 Pro系列处理器 预计于2026年第一季度末上市 目标是企业级PC细分市场 另外 AMD还公布了其即将推出的Helios机架级AI解决方案 其内部集成了下一代Zen 6架构的EPUIC VENICE CPU和Instinct MI400系列AI加速器 根据AMD披露的数据显示 Venice CPU将基于2奈米制成 拥有多达256个36内核 CPU到GPU的互联频宽将达到上一代的两倍 CPU效能将提升70% 记忆体频宽也将高达1.6T每秒 Instinct MI400系列也基于2奈米制成 并可带来高达40P Flops的算力输出 并配备了432G HBM4G一体 频宽为19.6T每秒 HBM容量和频宽等方面将达到会达Viron Rubin的1.5倍 此前披露的MI430X同时面向主权 AI运算和高效能运算需求 因此完全支援FP32和FP64技术运算 以及传统超级运算任务 最新披露的MI440X和MI45X将针对低精度工作负载进行优化 比如支援FP4、FP8和BF16运算 另外AMD执行长苏兹峰还宣布 将于2027年推出Instinct MI500系列GPU 预计将提供高达1000倍的AI效能提升 苏兹峰在演讲中表示 运算需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满足这一需求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效能上不断突破 他指出MI400系列是AMD在各类工作负载 推理和科学运算方面的重大转折点 而MI500系列将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大的效能飞跃 MI500系列将采用2奈米制程技术和速度更快的HBM4E记忆体 这将使其在AI运算方面的表现更为卓越 据介绍 Instinct MI500系列GPU将基于CDLA6架构 与2023年的MI300X相比 效能将提升1000倍 为未来的Yalta Flops及资料中心铺平了道路 根据预计 AI资料中心的运算需求 预计将在未来5年内从目前的约100SATA Flops增长至超过10Yalta Flops 这意味着硬体制造商必须每年提升产品效能 以满足市场需求 尽管具体的比较指标尚未明确 但根据AMD的工程预测 MI500系列的效能提升 将使其AI运算方面的表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慷慨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